沒有人會聽啦,放心 那F' 的圖耶,如右 那它的圖,如果F' 的圖長成這樣 那這個圖,我們用簡單的猜測至少是 大於等於三次數 對不對 第一個不可能二次嘛,太瞎了 那三次差不多啦 那有沒有可能後面還有變化? 有可能,可是我們就大於等於三次 那既然它微分大於等於三次 那請問一下它一次微分怎麼可能 它還沒微分之前怎麼會三次 所以就打差,不還好 好,那接下來它說F1有沒有大於F2 好,我們先看F1有沒有大於F2 我們先看它有沒有增加就好 F1在哪裡啊? 這也是三嘛,所以1跟2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F1到F2 這個時候它的斜率在下降 可是注意一下喔,是斜率在下降 可是斜率都是正的喔 斜率都是正的喔 所以這個時候1到2的斜率都是正的 那表示它的斜率是正的話就是在增加 所以這個時候反而不是F1大於F2 而是F1小於F2 大家看到嗎? 因為你的斜率在增加 這樣可以接種喔 因為這裡的函數值 1跟2 他們的F1 雖然大於F2 但是他們都是正數 那斜率是正的時候就是在增加的F1 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感覺 好,那他說在x等於3的時候有幾值 好,那我們先看有沒有機會有幾值 幾值是發生在等於0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F3有沒有等於0 F3等於0 好,可是F3等於0的時候我們要看他觀察 他在pr3之前是正的 pr3之後是負的 因為他的函數值 這是F1的圖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在3的前面 是 斜率是正的 3的之後斜率是負的 所以他應該是極大值才對 所以他錯在極小 他是在極大 好,那第四個 他說恰有兩個 他的函數圖形恰有兩個反區點 那我們現在問你喔 反區點發生在哪裡 我畫這個 我是不會第五個 喔好 那我們先看喔 這個 他2次微分等於0 那2次微分等於 就是一次微分等於 這個函數在微分一次等於0的地方 就在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有機會是反區點 就可以接受 好,那繼續第五個 那第五個的話 來看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剛才在上面有沒有告訴你 他是一個四次式的 請問一下Fn是幾次式 那他不就是一個N的四次式 那上面還有一個N的三次式式 我剛才管理引導係數 後面是什麼 反正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視為1分之1 那在無限大的時候 他不就是回到0嗎 這就沒事了 OK 可是我覺得這個題目有瑕疵耶 就像我剛才講了 你後面的圖又沒有畫出來 如果他這樣子下去的話 那不管他在大價都還是0 是阿,他都還是0 可是他說恰有兩個反區點 我這個就有意見了 對阿,就是因為你的圖形 如果我再跟你跑一下 那不是就有很多嗎 他就沒有畫 嗯,好 所以大概有一個小瑕疵在這裡 好,那就 就這樣吧